江书颖在上春晚表演之前特别紧张,紧张得泛焦虑性肠胃炎,导致她一个劲的想上厕所。 和润冬对酒这个数字特别敏感,一般她去外面参加活动,都会要求主办方给她安排带酒的房间。 如果带酒的房间都没了,她就会要求换一家酒店。 小S特别想生男孩,之前她去参加某个活动,遇到了SNH48全体成员,当场就认了他们做该女儿。 因为,SNH,谐音,生男孩,之后她还调侃说,应该早点收了他们,这样就能早点生男孩了。 杨超越回家拜年的时候,被一大群的亲戚,抓在那里,问娱乐圈的八卦。 不过她的嘴很严,一律回答不知道。 还有亲戚要给她安排相亲,也被她给推掉了。 王俊凯生活上很节俭。 笔带用了三年没坏就一直用着。 卷起十块的头发,嫌贵了回家找妈妈姐。 不该花的钱一分都不会多花。 葛优很害怕坐飞机。 有一次她坐的飞机,在起飞时机一蹭了一下标杆。 从那之后,她就留下了心理阴影。 因为那次的经历,上葛优无论去哪儿,都只相信坐火车最好。 如果实在没有火车抵达,她宁愿不去。 谢南和吴欣是超级好的朋友。 她和吴欣的恋情,一次曝光的时候,谢南还拿同事一个性的吴欣来顶包。 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,是在主持人大赛上。 吴欣当时还感慨这么尬恋的女孩,也来当主持。 袁亚伦有一次突然跟公司领导提意见。 说,接通告不要一直提前。 重要的是节目内容。 然后她就被公司领导收拾了一顿,撒贝宁去央视面试的时候,被带到一间小的演播室。 当时她吓坏了,因为里面特别黑。 她当时也不知道说什么,就开始背起了自己的毕业论文状感。 马苏有很严重的洁癖。 如果有朋友到她家里去玩,不能直接坐在沙发上。 要换一套新的衣服,才能坐下去。 因为衣服上有灰尘会让她的沙发变脏。 我们下期见。